11月18号晚 第16届华语电影传媒盛典举行颁奖晚会 陈可新 吕中 王中磊 张子怡 王千元 春夏 王家梅 欧豪 刘浩然等演员悉数到场 侯孝贤 凭借刺客念影娘 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重磅大奖 成为颁奖里当晚最大的赢家 欧豪获得了此次华语电影传媒盛典最受瞩目男演员奖 刘浩然主演的《唐人街探案》获得最受瞩目电影奖 张子怡更是作为宣传大使在晚会现场 动情地分享了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的感受 而年度致敬电影人的这份大奖则搬给了王中磊 上台领奖的他受到颁奖者突袭 潘金莲排片被挤压的事儿 你怎么看 王中磊深吸一口气好回应道 有点遗憾 因为若不是潘金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电影 也是小刚导演一个大胆的尝试 当然他现在票房 第一天的票房非常的理想 这我也是很欣慰的事情 而且是在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在盘点电影 盘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想说一集其实中国的电影真的不那么容易 在后台采访间 作为年轻演员代表 欧豪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作为最近要上映的新片 听春最爱电影《少年的男一号》 又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位导演要的感觉要很真实的那种对抗的感觉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我跟小冬哥两个人 经常就打到脸色坦白 然后就是几乎透支的情况下 猛果浪新闻 祝中国电影越来越好啊 卧道